Hello 我想多謝我的家人 做得非常漂亮 超棒的 十呎半的樓底吸引住 十呎半的樓底 大家有沒有聽錯 真的很棒 很棒的 非常棒 這間洗手間真是… 那麼進入這裡 這間1800呎的Town House 在Granville街這個Granville區 Marple區 我們會看到這是Living Dining Area 加一個Open Concept Kitchen 裏面有很多細緻位我們會待會看 這個全屋包含了中央冷暖氣 9呎6的樓底 上面那個是10呎多的樓底 這個發展箱是自己做一個Interior Designer 以及一個Builder 所以它用料都是有一些很細緻的位置 大家值得留意一下 首先說一說 它這些門是用了黑色的硬件 連那些膠都一樣 我們繼續移動到裡面 看看Open Kitchen 好 得到這個獎 我就多謝大家 查神迷 這個是地產商發展商 是得了獎的 由Havin Award 那些 說回正經的東西 這個用了一個人造石面 又是一個很光猛的雲石設計 裡面的Cabinet是Soft Closed 用了那些用料 稍後我們去看看 全部那些電器都是用Meli的 Meli的雪櫃 這個雪櫃就是一個雙門式的 Freezer加一個Frizz的設計 Meli的 Cabinet去到頂 9呎6的樓底 這個Meli的四頭的士爐 Back Slash 我們過來看看 Back Slash 用了一些乾身的雲石的物料設計 一個純白的石面 這個是Tambler Corian 材料 那些lightings 那些 cabinets 全部因為它剛才說了 那個發展商是一個 Decorator Interior Designer 所以這個是塗上一個膠樓標準來的 施冷單位 所以那些油油 油紅色 那些Halfway 全部都是膠樓標準來的 這個Island Open Kitchen 這個設計就是 那個升盤向外面 是一個Fone Size的Windows 前頭就是一個大的露台 那就是一個Towel的露台 這樣就向著自己排車位的前頭 那我們去那邊看看 Living Area的客廁 經過這個Island之後 我們會見到那個Living Area 現在放了一個電視 旁邊的就是一個客廁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這個客廁做得非常之美的 我們先講一講 這裏的Island 它用了一些 Trimming 下面那些按鈕都用了 放了USB 有USB的 所以這些就塗在細緻 所以要留意一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個套廁 這麼多間房子來說 看了這麼久 我真的都 這間都很驚訝 有個黑玻璃 黑面玻璃 整個Waterhead 沒有一個壓必感 很modern 的看下去 還有一個Full Size的Mirror 加一個Hardware 是那個燈 一個仿雲石面的石面 加一個Hardware 地下 我們來看看地下 它的Trimming 是用一個很仿羅馬 很仿意大利的石面 看上去真的都很漂亮 加上玻璃 這個Powder Room 完全是一個Talking Point 同場的Trimming 設計是剛才的Powder Room 我們都看到很多細節位 它用一個玻璃的圍欄 就是做了一個Open Concept 所以它沒有壓迫感 另外因為它這裏 其實是大了一點 矮了一尺度 因為它就做了那些風槽 但這兩邊 高的那邊是九七六 這裏有些Trimming 上去 它其實是有的 這個不是一個試用單位 我會很驚訝 它這個發線箱 做了這麼多細節位 這裏有些Powder Light 待會看到有些Powder Light 可以有Angle 其實它是給你 到時放一些Artwork 讓你可以射進去 這些也是細節位 如果沒有人告訴你 你是不知道 另外就是 整個樓梯的位 待會我們看到 它會放了很多Trim 那些也是細節位 譬如你看 那個圈花那裏 一樣是有Molding 玻璃是扶手圍欄 扶手鋼的扶手 有些Trimming 其實上去中間一層 就看到是一個沉區 沉區一頭一 就是一個房間 這個就是一個Share Bath 我們先看看Share Bath 先看看 嘩 入到這間洗手間 真是 好摩登 因為用一個黑色的Cabinet 加一個 應該是Soft Coase 和Soft Coase 有暖地煎的 好正 另外就有一個Full Size Bluff 有Shower 這個石面 就是用一個 雲石的無射液 設計的專材 其實它的功夫是多很多 另外它的發電商 也都會放到一個行程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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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有一個 窗 不是黑刺 這個 地上也是用了一個 很有格調的黑色 零形模式 砌出來 整個感覺是很 modern 很時尚的 這間就是一個小房 其實小房的意思 其實也有九尺 成九尺 還有一個 double 的窗 看看窗 首先是用黑色的 窗 門窗 其實它的細節位在這裡 大家要留意一下 有窗 的窗 然後 整個房間 都有些 Trimmolding 這個窗 就是一個 Full Size 窗 很高 從這裡 進去 看看後面 我們回到前方 看看 走廊 前方 房間 留意一下 它這個 真的很凍半 它成分厚的 不碎玻璃 就是用了一個分隔的窗 加個扶手 這個是 有一個好丹判的設計 繼續去 這邊 就是這樣 前方 這個是一個洗手間 也是用白色石鏈的 升盤 加一個黑色的檯 有一個 Full Size Shower 我們另一旦 看看前方 看看前方 這邊 後面有一個 Croset 也有黑色Hardware 加個層架 現在放了一個 Double 床 就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這裡做了一個書桌 這裡其實是一個 好像陽台之類的東西 但只有一尺多 就是一個 落地玻璃 可以這麼說 一個V-Wing Patio 可以看到外面 Granford街的街景 現在我們可以有一個 好的機會 去看看 在Granford街 如果他用隔音玻璃的效果 是怎樣的 都是普通的車廂 這樣他做得隔音是非常之好 這裏就是向南 這邊是東南 這邊是東南 我們上去樓上 看看Master Backroom 上去樓上 看看Master Backroom 剛才我提到的 那些細節的位置 那些射燈 是用了可以跳膠角度 你放了這些 這些 大的樓下 就可以射進去 我們去看看前房 這就是前房 現在做了Nursery 這一層的賣點 就是十尺半的樓底 十尺半 大家沒有聽錯 第三樓的十尺半 這個就是一個景觀露台 可以翻開去看看Granford街 這個是隔音的門 加玻璃設計 這裏有一個窗戶 現在是放了一個書桌 加一個便宜床 另外就是看得到 因為他向著這個東南方向 陽光是超舊的 我們轉回 看看重點 Master Backroom 主型房間 現在放了一個King Size 另外就是給我吸引住 就是那個十七半的高樓底 以及那個主場在後面 你不要忘記 這個主場這些村 其實是跟樓是送的 所以這個樓盤除了傢俬之外 這個規格也挺高的 King Size三邊落床 還有跟著那個景觀露台 喝咖啡是自好不覺的 後面有一個公園 我也看到這個公園 另外那個 有兩個窗戶在這裡 另外一個很深的Master Bath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 因為真的很棒 這個Master Bath 一如以往 這個窗戶在地上 這個窗戶是有煎 所以是軟粒粒的 黑色的Pabinette 加黑色的仿雲石 雅生的專頁壓 配得非常好 有一個建築的鏡櫃 其實是半尺 它都不放過 它是用了所有的位置 雙升本 雙升本 還有一個Walk-In Shower 加Buff 那個Shower 就是一個Sit on Bench 有一個Shower 有一個Rain Shower 有一個Rain Shower 有一個橢圓形的Baptop 哇 超棒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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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那個 細緻位就是 它那個Shower 那個去水 是一個Build-In的 場調形 是一個隱藏式的設計 做得非常之美 聖哥 感覺這個屋子 是讓我知道 它的發線箱 是給到一個很大的心機下去 亦都是看得到的 那我們回到樓下 那裏總結 好了 今天先看到這裏 看到這裏 很多間樓之中 其實這間 我對它的評價都幾高 因為它的細節位 以及它的用料 都是一讚 1800呎 4房 4廁所的單位 在Granford街 在Marple Area 這個樓盤叫做Lancaster 如果大家對這些樓盤有興趣 或者在附近找樓 不妨跟我聯絡 我是Danny 君哥華地產經紀 另外 如果有什麼想要求 留言 在下面留言 打一次 另外 不要忘記 按個like subscribe 和開小鈴 有什麼新片 第一時間通知你 拜拜